噴嚇到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牛媽 今天又來到噴騰魔方 他有做一套那個 Sanley O自製 這一套自製Sanley O A賞是 就是一個庫洛米的草丸 然後B賞跟C賞是音箱 D賞是 大耳狗一中和 盒丸 然後它是有橱窗的 然後E賞 積木的外觀它裡面是燈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是 D賞跟F賞 可以換大耳狗的燈 或者是大耳狗的盒丸一中和 最後賞就不考慮了 沒考慮那麼遠的事 然後現在一樣是有活動 累計到星號就可以 打95折或者是 加6點 那我們就 小抽10抽 現在這個保底獎都還沒出 就是我們小抽10抽嘛 那你最少10抽 就可以拿一中和 暴露米的荷環 然後二選一 有人說這個 欸真的耶他改過耶 他改過 之前有人說是橫的跟直的 對啊 沒有拉講什麼的對不對 對啊 沒有就是這個是都市傳說 發現老闆這邊也是用一枚生田 所以我們把錢紙翻過來看一下 為什麼直的橫的 所以它變成一個亮面的 結果改成亮面的好像更容易出 一抽 七十一抽 對還有七十一抽 這個一枚生田就打開它會有序號 好它的序號在裡面 第一抽 第一抽就中 第一抽入文 第一抽就中 第一桑 F桑 F 真的假的 真的 大耳狗 大耳狗夜的請貓請出來一下 欸我上次抽根集 他也是一抽F欸 對啊 我兩抽 哈哈 太扯了 我就是為了F跟D 然後抽這一套 首先 現在抽中了一支 F 然後是那個大耳狗的燈 先審先贏啊 還好 來個第一桑 好 哈哈 第一桑老闆原地都好像吐血 吐血 吐血 最近有點守不住啊 因為前面守太好了 最近守不住 第二抽 第一桑 屁喔 現在就是最不想抽到G桑 G桑還很遙遠 G桑很遙遠 抽到H跟I 就 新號 送六點 送六點跟95 送六點跟95 這什麼 I 啊 這可以換六點 六點 還是三點 一二三 有 H H 第二個新號 有十二點 我們有十二點 你們現在等於 就是多送十二點 十二點 有十二個合完 有點搶運喔 搶運 再給他抽一個大 再給他抽個大 那老闆 很開心 我是滿開心的 你們有帶東西我比較開心 G G G不行了啦 換人 好 一次三抽 一次三抽 想都不想的那種 沒錯 I 對不起 H 唉唷 小小小小 是一個嗎 有嗎 不能給我看到 不能給我看到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有 有 有嗎 啊 TISA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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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 欸 DISA 好大一盒喔 好大一盒 先頒獎 好大一盒 好大一盒 好重欸 我今天已經圓滿了 我先去了 你自己留在這裡抽獲勝者 再見 太爽了 今天 欸我抽三抽喔 我抽三抽 三抽中低 然後他抽中低 還有兩抽 他中二了 他中二很厲害 這個是滿猛的 最近大戰畢修不錯 龍年嘛 大過年 嗯 Ice Ice 最剩一張喔 最後一抽 好最後一抽 這個很難看 除非有千贏一點 對 最後一抽 來 喔是喔 OKOKOK 結帳 好好好 玩起來 寶地長你們要酷克王谷的 還是要狼人殺 酷克王谷看起來比較有特色是不是 嗯 但是狼人殺比較多隻 但是這個比較大 對就看你們自己 那幫我們拿狼人殺 好拿狼人殺 OK沒問題 好 你們現在10抽然後還有 雷加這樣12加8 嗯 20點 20點 中欸 對他有分量嘛小心 我們10抽然後中了兩個大獎 一個是D賞 D賞是 大鵝狗 一中和合完 那拿起來就是要抽大鵝吧 心願清單系列為和 牛貓自己又抽到了一個F賞 F賞就是他可以二折一 那牛貓當然是選大鵝狗 這一盒是保底獎 這邊會有貼 會有10抽15抽 那我們是10抽 所以就最少會有這一盒 那我們今天3D優自製就抽到這邊 那我們回去再整理東西給大家抽獎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牛媽 我們已經從台北抽完一番賞回來 這一些大概是一二月的時候抽的 但是因為一直找不到適合的時間來開箱 那擇日不如雙日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吧 那先來介紹獎賞 那牛貓最想要的是這個D賞 大鵝狗一裝盒 那當初就是因為他的配慾表上面 還有兩個大鵝狗的獎項 那對我來講就是大獎 那我們就是去小抽了10抽 心願清單 牛貓那時候剛好沒有預購到 這個是有櫥窗的 然後而且很大盒 超大 所以這些款式 再稍微看一下 這個我應該就不會開了 這個可能就是收藏用 好 這個大鵝狗積木夜燈 這一盒 骷髏米狼人殺一中盒 那我們就是得到這三樣 10抽 然後抽中了兩個獎賞 就還蠻歐的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組裝這一盒 大鵝狗夜燈 它還有其他這些款式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是 怕恰狗跟大鵝狗二選一 這兩個 然後因為我們先抽到了嘛 那就我當時 有些人就是選擇大鵝狗了 換完之後我才知道 它是需要組裝的 我以為它拿出來就是整個這樣子 然後就是已經幫你裝好了 你只需要點燈就可以了 結果沒有 好 那就再分一點那瓶裝 然後小夜燈 這好像就是它的按鈕 這個是底座 說明書 配件吧 大鵝狗跟人 像 鳥龍的東西 各種貼紙 就是我第一次在鏡頭前面 那麼長時間沒有戴口罩 經過了漫漫長的冬天嘛 所以用它的臉就變圓了 距離上一次組合完的臉 跟現在可能已經不一樣了 就變得蠻圓的啦 我個人就直接想要把頻道的名字 改成肥媽魚打鼓 他們一家四口 現在才47公斤而已 但是因為我很矮 如果我要看起來很瘦的話 我要維持在44公斤 我最近總是在一些影片上面看到 蠻多人會去說 欸怎麼變胖了 欸怎麼樣 玩玩具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看說明書 不管是什麼玩具 這個就是今天的本題 它這個花房做得很細緻耶 它可以 就是它整個這樣打開 這也是可以上手的 然後順便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呃 我跟老爸最近可能就是會開一個群組 所以我們想要來做自製一番組 但是後一定都不會配得太差 35歲的老人組這個 有點夾了 有點夾 但是不會太難 大家可以知道 為什麼 我說來要戴口罩 因為我回校的時候 臉很臭 我記得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可能就上學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大家都說欸那個同學看起來很難相處 我記得從國中一直到高中 都一直有這樣的聲音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下眼睛 2點35分 大家都沒有看過我沒戴口罩嗎 現在就讓你們看夠 那我覺得你們看完之後 應該還是會希望我把口罩戴起來 因為我沒有笑的話 我的臉實在是太臭了 我之前有跟你們分享過 就是有一天Peggy在看那個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就是有特效嘛 然後一件事就會寫 死亡凝視 然後Peggy就跟我說 媽咪什麼是死亡凝視 然後我就這樣看到 兩三秒吧 她就說 嗯媽咪我知道什麼是死亡凝視 喔 好 大概裝成這樣子 第22步驟 好 這樣看起來更繽紛了 做了幾個步驟 大鵝狗的星球火箭 火箭跟薯條 應該是薯條吧 沒關係 既然她說是零食星球 我突然發現大鵝狗可以玩真心花大冒險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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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媽下次會中大獎嗎 如果大鵝狗的耳朵指向我 那我下一次就會中大獎 大鵝狗的耳朵指向我耶 所以我下一次抽一番賞會中大獎 小心囉 哈哈 苦中風惡 最近這兩天又有那個 一個新聞就是 日系商店的扭蛋 然後她那個商品比較特殊啦 如果我一開始把那顆球放進去 那球被轉走了 就沒有人會來抽啦 哈哈 這跟我那個安妮雅世界的概念有點像 我在這裡啦 找那個圈圈找了好久 這好特別喔 這好像骰棕喔 這樣子有沒有 沖進去 開 它真的是一個骰棕的概念 剛剛她把那些圓圈 然後都放到剛剛那個透明的 很像骰棕的東西裡面 這是果汁雞的感覺吧 好 已經來到這邊了 然後直接再拿冰淇淋 大果分題 哇 已經變了一個小時多一點了 現在快四點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2點按還會這樣子 好 這個是一個轉印貼紙 還有這個大果英文沒有失敗 難怪她要給那麼多 會不會就是很容易失敗 然後字的我覺得很好使 然後切蓋上去 大概前後花了兩個小時 現在已經4點25分了 扣掉中間的鮮料 好囉 放進去之後 然後把燈打開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貼紙我就貼得有點差 這樣子 好了 那我們大鵝狗的 合完就 開到這邊 然後已經裝好了 好了 感覺就是一部非常難剪的影片 反正大鵝狗就這樣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牛媽跟老爸想要用一個群組 然後給大家抽自製一番商 但可能沒有那麼快 如果群組弄好了 牛媽會公告在粉絲頁 或者是在 之後的影片的前後 然後加上群組加入的QR Code 給大家加入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一樣有提供獎品給大家抽獎 獎品就是牛媽用小賞的點數 跟店家換來的 那就是抽雷姆 然後加兩個三六的合完 就是只抽一位 今天就是這樣子 抽三樣 只要在下面按讚訂閱留言公開分享 然後填上一句你想要對我說的話 然後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